你看這張柱子 前十多年它的柱金 只有水稿或水稿都拿掉 政黨一隻上來兩邊路邊的柱子 有很多的柱子都已經開始生到旁邊的水稿地 影響到水稿的白水工齡 有的柱子甚至已經開始打扁 如果是無趕緊處理 可憐度的債主發生這種狀況 一隻上廣告 你正是邀請行政儀農業發展委員會 林洋七雅所有的專家來針端 發現上來有這百十六張的柱子 有破壁糟糕的狀況 若是沒有撤掉 你後可能就會發生倒極的可憐 危害到民眾的安全 所以也從今天開始 露燒中的這些遺憾柱子 完全都撤撤掉 因為我們這裡的露燒 這個行動的過程 太快 而且它的勁 都一直把他放下去 再來就是我們在露燒天的時候 或是在手上感水感很重 不知道是手外的問題是怎樣 都很容易手上 都會撤回去 所以我們這裡的油漆現在越來越多 在這裡騎樓馬 騎梯馬 都會影響到他們的行車安全 這個問題 只是頂頂陽紅棒標示 要撤掉上來這裡的車子 實在是真的不敢 不過為了要保持整條路的美館 以及民眾的死命安全 所以我們要撤出經費 來幾個正新的車子 我們這個公文也 議會也同意我們來做 有關日後 要來針對這些路車處理 看要怎麼去保證 當然就是要考慮的經費 各種這些問題 我們有跟我們的保育中心 跟林管處 跟我們的林業實驗所 都有多方面的討論 所以對我們這些樹一定要處理 也是可以說達到處理的階段 所以我們補重路樹的一個過程 也是盡量往上面再承報 只是頂來政黨路邊的車子 大概有3千多棟 其中有116棟 是必須要撤撤掉 講說幾次 現在中這麼危險的程度 路上清獨這麼的危險車子 以保護車両以及民眾的安全 讓大家별看 喜歡採訪報告 歡迎收看採訪報告 感谢观看